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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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圆满佛的眼睛 所以佛的眼睛就叫慈悲的眼睛 看穿万事万物的真相 而且以这个真相 希望所有众生都跟他一样 能够震入空性 圆满大悲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 眼神 眼神也非常好 眼睛里面就能够展现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思想 力量 所以从黑色的这边开始看 那事实上这个慈悲的眼睛 已经翻了很多国家的语文 就是希望佛法用一个简单 很容易被接受的 而且是个精髓的方法 佛教不离开信仰 智慧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了解真相的 波罗的智慧的空性 当然对我们来讲 能够抓到这个重点 然后应用在生活上 甚至把生活工作 都当作实践佛法 体悟真理的 包括轮回生死都在这里面 所以如何去让别人很容易接受 特别现在网络时代 一句话 一段影片 一个好的相片 所以吸引别人找到他自己 所以请翻到第四页 他们会把这八章讲义 印成一个很小的册子 很方便拿 那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先发给各位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那各位将来用你的办法 去实践 然后用你的办法 去让别人了解 一起念 25 服务公共场所 大众共用的地方 是培养福报最好的机会 所以凡是公共场所 公共厕所 公园 甚至是寺庙 属于大众的 那各位能够去服务 那就是一种义工 不自私了 世间人是我的公司 我的客厅 我的土地 我的花园 我才要把它弄得很漂亮 那学佛就是要告诉我们 不要自我自私 应该走出这个自我自私 去融入于别人 其他众生 所以要这样去做 所以一个佛教徒 要不要到其他宗教去服务啊 那这才叫佛教徒 你不能天天待在这个佛教里面 学佛是要走入世间的 以出世间法 以出世间的心来做 入世的关怀 去关怀世界 千万不要说 我是佛教徒 我永远做佛教徒 那你也是个执着 这个叫法执 佛教 以目前的社会 要融入在社会了 社会里面最需要的 医院 学校 监狱 有人的地方 有苦的地方 是我们要去服务的 所以佛陀才会说 在佛塔扫一巴掌的土地 超过扫全世界的土地 那佛陀的意思是说 你能够为真理去付出 一点点超过服务时间 那进一步 你以佛的心 真理的心 又倒过来去扫世间的土地 哇 那个功德又不一样了 因为你已经以出世的心 做入世的关怀 所以佛陀才会说 供养三宝力量特别大 但是慈悲一点点米给众生 超过所有供养佛的功德 所以简单的说 公私 各位你去公私上班 你去社会付出 你去老人院 就说不是自己的范围 但是用佛法的智慧慈悲去帮助 那就是修福报最好的地方 所以这个社会有 有很多的地方 是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去服务的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孤僻 不要自私 不要懒惰 我就一个人快快乐乐 不要来惹我 那这样你就很孤僻 那不应该 而且各位要学习融入 跟别人合为一体 那是自然的 不要强颜欢笑 去找人家聊天 给人压力也不需要 所以这个是个公共场所 但是各位下回你也可以摆一摊 酸梅汤 免费的 你可以摆一个免费的 中午大家吃便当 可能想要加点不一样的汤 你今天就煮了50人的酸梅汤 50人的味噌汤 假玩的耍 对不对 随缘吗 但是这样快不快乐 下回来比赛 都不准备便当 看大家吃的肉了 那至少你带你那一份来 那这意思是说 学习那种精神 那什么叫末法 凡事讲厉害关系 那我的花园 我布置得很好 别人的我才不管 所以这样以后就失去了 所以古时候是 大家都同一个巷子的 都是同一家人 大家彼此关怀 所以为什么学佛要在众生里面学 所以各位要经常去 服务公共场所 公众的地方 你能够跟他们人缘很好 而且又不执着他们 又能够提供服务 那修福报很快的 很容易修空性 无我的服务 第二十六 没有所谓幸运 或厄运 每件事情 有因必有果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巧合意外 发生什么好或什么不好 都有它的因缘条件 而不是一种巧合 所以那你要得到快乐 那就多种快乐的因就好了 你不要痛苦 那就不要去制造痛苦的因就好了 所以你去伤害众生 你去骗人骂人 那你一直在种不好的 所以有些人虽然很想改 但是业障很重改不掉 所以各位你要改 你以前你曾经骗人设计别人 那你现在想要修行 如果你都好好忏悔业障 好好改变思维 你到佛教还是想要找男人 还是想要再找钱 你只是把世间法搬到佛教来用 因为你内心里面没有改变 修是一种思想的改变 刚刚念的 所以由思想的改变 从自私变成无私的为对方 从为自己变成全然为对方 所以你在修行了 并不是说你出家不出家 不管你去上班 你为什么要上班 因为我认为我可以来这些公司服务 从服务里面来降服自己 那你老板一听 哇这个好职员 所以我希望能够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把学校学的东西学以自用 希望老板前辈多指教 让我能够把桌子擦得更干净 能够把地扫得很好 能够一步一步把事情安排得最好 老板说这个要培养他做老板 因为他的动机是要来服务 是要来修福报 那整个社会就变成你的福田 请问这样的心态 老板会不会对他最好 这个人就要培养 这个人将来是最好的干部 因为他的动机不是自私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 结婚生小孩都不是自私 不是我拥有儿子 漂亮的儿子 我拥有一个漂亮的太太 而是说我要去服务对方 让对方快乐 让对方就近离苦 最后你为什么要让他学佛 就是希望他就近离开痛苦 第二十七 要健康长寿 最好的办法是速食不与一切众生结冤仇 如果有人吃你的骨头 挖你的眼睛 甚至把你儿子或妈妈杀了 拔他的皮来做皮鞋 你会不会恨对方 结恶缘 而且不慈悲 所以各位呢 慈悲才会健康 不是说吃素叫健康 吃素是一种慈悲 慈悲为众生想不伤害众生 所以你得到长寿健康 是这个道理 所以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慈悲 而不是为了健康去吃素 如果你为了个人健康长寿去吃素 那还是不慈悲 还是自私 所以做功德 而不要做福德 做功德是无私的 我所做的一切 回向给众生 愿众生得到功德 愿众生离苦 那你无法避免的 得到更大的福报 所以慈悲就会健康 慈悲就会长寿 但是起码的条件 不要伤害到众生 所以各位 全部吃素了没有 没有要恶补一下 再给你们补习 不是说 你不懂 而是说 你还没有了解 你了解悲心 了解佛陀的心 你自然会吃素的 所以就多一点去 看看经典 第28 救助孤平是慈善 劝人求法更是慈善 所以我们以世间的慈善 走入初世间的慈善 那就是慈悲了 让他就尽离苦 所以给他金钱 让他得到暂时的安乐 脱离暂时的不方便 给他佛法 让他就尽解脱 所以希望各位多劝人家念阿弥陀佛 好不好啊 因为他已经很痛苦了 你要告诉他 你好好的忏悔 修很多福报 为了水也好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边呢 有佛陀 可以参访四方诸佛 能够很快的化开见佛 业障呢 带业去可以 到那边慢慢消业 业障消了 化开见佛了 正空性了 学习大悲啊 那我想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当然如果这个人有这种功德力 他这一辈子就可以正入空性 那是最好 那是起码给他一条保障的路 所以救济孤平一定要做 劝人求乏更要做 29 感恩能使我们成长 报恩能助我们成就 所以佛陀要为我们知恩念恩 所以这个感念众生的恩 进一步呢 我们要去奉献众生 要报恩 所以一个人自私 怪别人 那当然对你来讲 是一种堕落 是一种痛苦 所以了解了 缘起的一切 离开对方 我们都没有成长的机会 所以爸爸妈妈生我们 养我们 老师教我们 社会上给我们机会 所以就算你的先生 现在离开你了 感谢你给我一段婚姻 让我了解感情是什么 酸甜苦辣 让你知道真爱是什么 你有个儿子 有个女儿了 让你知道母亲是什么 所以我们还是感恩 因缘怎么样 随缘感恩 生病来了 好在有这个病 感恩 我才会停下来 不会在那边 积极追求金钱 名望 读书 现在解决生命的问题 因为痛苦 才有机会 听闻佛法 甚至归一三宝 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意义 所以对万事万物 不管是顺言逆言 我们都感恩 那是代表你这个人 心量扩大了 就叫成熟了 就叫成长了 那既然感恩 那我们当然要报恩 感谢这个世界 所以各位每天 要觉得很快乐 来 感谢阳光 感谢虚空 感谢大风 感谢大雨 感谢土地 感谢所有人类 感谢所有动物 所以花草树木 那你眼睛一打开 都是爱 一个谈恋爱的人快不快乐 那是那种自私的爱 是自作 你打开 每天看着不一样的风光 看着不一样的人 因为这个世间不断地在变 所以对你来讲 睡觉也感恩这个床 这个棉被 这个枕头 这间房子 家里的人 每一个不是你感恩的对象 佛教的喜欢合掌 对万事万物合掌 恭敬万事万物 尊敬一切众生 所以各位要练习这样 那既然知恩就要报恩 然后让他快乐 让他离苦 所以呢 把众生的离苦 得了成为你的生命的责任 而发起了 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第三十 来 遇到好事 要随喜 赞叹 鼓励 并且虚心学习 所以我想 不是遇到佛法 凡事好事 善事 都是佛法 花操得漂不漂亮 漂亮 前面那个遇佛 这样冒个烟 好不好看 也不错 看到烟就看到 好像在上供下死 对不对 遇佛这么清静 所以 你要时时刻刻 随喜 赞叹 今天 布置这样 让我们不会 不会下到雨 不会晒到太阳 然后 一个一个人去看 又给我们挂金凡 我 遇公菩萨帮我 我们排灯 排水 或石供养 所以我们要 时时刻刻 互相随喜 互相赞叹 所以各位的嘴巴 还是要练习练习 练习练习 所以 你嘴巴先练习 心就会慢慢好起来 会改变 特别是虚心学习 别人的优点 你都要学 这个人开车 开这么顺 这个人走路 走得这么优雅 这个人唱歌 唱得这么好听 他穿衣服这么庄严 我们都要去学 所以懂了佛法的人 你不要很枯燥的 只看佛经 这个佛教没有这么庄严 极乐世界没有这么庄严 没有人要来拜佛了 所以方便 波罗蜜 超过一波的波罗蜜 这个方便 就是要接引众生的方法 那你要有这个 接引众生的方法 你没有圆满的智慧跟智良还达不到 所以各位世界各国各个宗教 各种人类各种装饰都要去学习 所以走到哪里看到哪里 现在又有相机这个店摆得这么庄严 这个书籍做得这么好看 这个百货公司人那么多 就像我经常去看那些 人家卖那些装饰品 佛教就要变成这样 所有结缘品 这什么功德 那什么功德 对不对 大家无聊嘛 佛教百货店免费的 这些是漫画 这些是卡通DVD 有深有浅 这边有素食阳春面 还是要素食油饭 你要让佛教徒快乐 快乐他就会来学佛嘛 三十年 第一 你要讲 世间人寻求快乐 只是在增加自己的欲望 那是永无止尽的欲求 所以往外求满足欲望 像喝海水越喝越即可 我又往内找到快乐 自己的空性 悲心 佛性 涅槃极尽 这才是快乐 那你越往追求 离自己的心 离自己的觉性越来越远 叫迷失了 所以呢 归佛 觉而不迷 自觉而后觉他 觉 了解 所以了解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是无贪称痴的 所以了解自信 本来是清静的 而不要往外 但是对于世间人在追求 不要讨厌 不要讨厌 要对他们生起悲心 我们学这个法 是为了帮助他们的 我们到极乐世界 是为了再来的 所以你要保持悲心去极乐世界 而不是厌离这个世界 讨厌这个世界 这个世间 我们是要放下不执着 但是世间是苦 我们往生净土 才能够 不被这个世间污染而产生 永不退转的悲心 来帮助这个世界 但是千万不要迷在这个世间 分别计较 这样就不好 第三十二 佛法的修行 就是以善的习惯 来取代恶的习气 多赞叹 多跟人家打招呼 多主动服务 所以插桌子洗碗 把佛堂弄得很庄严 把世界弄得庄严 就有能力把佛堂弄得庄严 也从把佛堂的庄严 来庄严这个世界 让每个人都无贪嗔 是快乐慈悲 那你自己要做到 你自己也做到 让别人也学习你这个样子 所以你这种善的好的 慈悲的习惯 所以菩萨要培养一个叫菩提习气 慈悲习气 而不是世间的自我习气 所以为众生的叫善的 为自己的叫恶的 所以一切为众生想一切 如何帮助别人 所以各位不管走到哪里 先讲帮助别人 像我师父说 这个人是不是个出家 看他就知道 每天比别人早起来 帮忙排桌子 帮忙拿课送本 帮忙弄饭 这个出家好 这个出家好 他这个出家以立他的心 他连看经典也想要帮助别人 而不是看经典说 我要做教授 高考再上 因为他有一个善的习气 那各位现在开始不断地积极培养 培养 所以以后上厕所 你去 只要有人来 你在前面 我继续憋 现在生生世世 你就有一个很强的子宫 很强的 因为你的力量很大 别人优先 那你要想尽办法 尽量 你看那个脸比较严肃 赶快赶快赶快 你很急的赶快赶快 我还在微笑 因为你都替别人想 33 学佛最基本的事 就是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保持正念 保持正语 所以保持正业 保持正念 保持正定 就是你要注意自己 因为你改变了 你才可以影响别人 最后要守十善业 一言一行 就是你的身口意 所以讲话 语言 行为 你都要很小心 眼神 走路 穿个海青 走路就要不一样 这你要练习 你穿海青了 就像我们出现 穿个袈裟 穿个袈裟 手要怎么放 穿个海青 手要怎么放 千万不要把在家的习气 走路 知识又跑到出家来 小心这一点 因为我穿了海青 我是个佛教徒 就像各位在做石供养 注意看 每个人的知识不一样 当然会有很优雅的 但这个优雅分两部分 它是在供养佛 还是在表现自己走路漂亮 这个一看也知道 那这个你要讲 我代表一个天女 空行勇妇 我要来代替众神 供养诸佛 那你走出来也不一样 因为你的心态 含着悲心 那些牛不能供养 那些鬼不能供养 我来替他们供养 那你这个心态 产生了唱颂 所以我想唱颂是个修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一定要去认识 你的修行可以变成你的声音 所以从你的声音 可以知道你现在修行的心态 到什么阶段 那各位你要勇于问人家 你看我这样唱 像不像要去极乐世界 我这样唱 能不能庄严法会 我这样唱 是不是会让法会 因为我有点障碍 你要问人家 这个首先你要 你要有征服自我 你不能爱面子 修行如果爱面子 修行很怕别人看到你缺点 那这样还是一个傲慢 对你没进步 所以修行我们可以做错 但是这个错 我还是在修正我自己 谢谢别人提醒我 那别人就很欢喜提醒你 如果你这个人讲你一句 翻脸 不讲话 哭了 跑掉了 下回不理你了 那人家就不愿意跟你说 不愿意跟你说 那你就没有进步的机会了 那起码你要有智慧 回光返照 所以一个有善根 利根的人 不用人家讲他 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为什么 看佛经 看佛陀 都知道佛陀怎么做 观音菩萨怎么做 以他为模范 拜观音菩萨 拜本师释迦摩利佛 第三十四 对世间的苦难 莫不关心 才是这世界最可怕的传染病 这是现在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社会 就一家一户 特别我到日本看 到欧洲美国看 他们都很喜欢一家一户 有自己的花园 然后呢 自己的门 养了一只加油恶犬 还放了一只枪 不要走错门 慢慢的大家都想要 保护自己 然后呢 不关心别人 但是各位 我觉得台湾社会 从小我们都想 一下送油饭给那家 一下送米兰 那家又送什么 都知道他们家怀孕了 对不对 他们家会要结婚了 大家很高兴 所以这样才可以修行 为什么我们出家人 不能不能自己住 这个出家人就要跟人家和合 一起做早课 一起吃饭 所以佛陀有规定 比丘尼不能一个人单独住 比丘在没办法的时候 可以单独住 但是呢 还是要在生团里面和合 那比丘尼生团 要一直比丘生团 这个意思 因为大家都和合在法上面 而不是如果你一个人 那你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那当然和合的目的 就是要关心众生 合起来关心众生 所以那千万要 当然人跟人在一起 很痛苦的 各位有结过婚就知道 相处实在不容易 相处能够相处 那是一种耐心 一种忍辱 一种体贴 所以一种包容 不然你怎么办法跟他相处这么久呢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耐心都没有 你就已经格格不入了 那你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各位要主动 所以佛陀要我们部分在家出家 各位念一下来 关心社会 关心隔壁 关心朋友 认不认识的要主动关心他 他生病了 放他念要四周默默的念 给他觉得好印象以后 告诉他 离苦得乐的要是法门 他心情不好 我叫你念观音菩萨 一步一步 你要对他好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你不这样做呢 你就没办法了解 大乘佛教是什么 所以对世间的默不关心 这是最伤害佛教的 因为佛教讲空 离开外在 离开别人 离开众生 你没办法单独存在 结果你不喜欢接触众生 你格格不入 那你根本就没学到佛法 35 最美好的人生是付出 最甜蜜的回忆是善行 这都很简单 所以人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我们不断地去奉献 去服务 所以很多有钱的人死了 他的财产留给一个贫穷的学校 有一个需要钱的医院 给他挂名 陈阿兴医院 我们看到的名字 我们都随喜随喜 虽然是个世间的善法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随喜 所以各位要不要得到 不是我读书是为了赚更多钱 买房子贷款更高的地位 那是浪费你的佛性 和浪费你的资粮 所以我们能够布施 所以佛教徒非常好 大家喜欢布施 喜欢奉献 然后呢 最甜蜜的回忆是善行 地上经说 就算我们的妈妈要往生了 你可以讲 妈妈我昨天帮你放生两千块 救了很多鱼 讲三次他就生殿了 因为你帮他做了这个善行 那各位想想我们这辈子 绝对不跟人家结恶缘 别人骂我们 我们修忍辱 但是我们到处去结善缘 修善事 那这个东西会带着走 什么都带不走 你的善业或恶业 才会跟着你的走 对不对 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 但是世间的黄金珠宝 感情儿女 没有一个带着走 只能带着你的业 那所以我们要一直修善业 所以身为天人 各位都听过那个故事 有一个天人 升天以后就下来感恩他的尸体 虽然他的尸体让他们共化 那有一个鬼去打他前世的身体 因为你造恶业 害我现在很苦啊 对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你升天了以后 你就在享受你过去的善行 三十六 我们希望拥有快乐的生命 就要先学会 散播快乐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 讲什么好听的话 可以让别人快乐 什么好听的 好吃的东西 好看的话 让别人快乐 好看的脸 多微笑 所以女人一笑起来 他就叫女人 就是笑 所以各位呢 不会讲话 至少会笑 那你要开始培养 因为你笑 你儿子就笑 你不笑 你儿子也不笑 所以大家互相笑笑 然后呢 进一步再讲一句 慰问的话 所以 养成习惯 传播快乐 坏事不要讲 让别人听了会痛苦的事情 不要讲 让别人听了会让他产生悲心 哎呦某个动物很痛 那可以跟他说 世间叫报喜不报忧 所以我们呢 多讲光明面 这个世间你要讲它黑暗面 厚黑血可以血一大不论 对不对 那这个世间你要从痛苦里面找到 不痛苦的真相 从痛苦里面找到慈悲 那佛陀就告诉我们 痛苦的本体是什么 从痛苦里面变成一种 利益众生的悲愿 所以散播快乐 你自己就快乐 第三十七 如果能实时与佛相应 我们体内的细胞 也都成了佛细胞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每一个细胞都变佛的细胞 变成慈悲的细胞 从痛苦的细胞都变快乐的细胞 请问一个得癌症的人 他现在心态改变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乐 请问癌细胞会不会改变 变快乐的细胞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佛 主佛佛在叫我们老实念佛 不管你生病啊痛苦 老实念佛就管你要下地狱了 请问要下地狱的一念佛会去哪里 极乐世界 因为他念佛嘛 他就会转地狱成为净土 转恶鬼道为净土 所以大乘佛教讲来讲去的 叫我们一心念佛 老实念佛 所以广义来讲 凡是三宝的去意念他 所以让自己的思想变成一种 佛的思想 佛的行为 那这个佛性是我们本具足的 就是什么 空性大悲心 那各位本端就去展现这个 现在你手好痛 不要去摸他 不要去摸他 不要去排斥他 最多是安抚他 安抚他 而不是 我靠一点 你让你不听 你越念越听 所以你只能说 他才痛了 我妈你被灭 你还是接受痛苦 因为身体痛苦是我的事 但对方在痛苦是我关心的 我要让对方不痛苦 我要跟他串悔 因为冤心在主我要让他快乐 而不是我怕我痛 38 愿所有人都能在新的一年 以善心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对我们佛教徒来讲 每天是不是新的开始 每天都是新的一年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思想 新的语言 就像一个女孩子 天天换一套新衣服 我们让他最快乐了 烫一个新头发 画一个新妆 所以那是各位呢 佛教里面变化无常 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新的 没有旧的 旧的是习性 那这个新从哪里来 我配合你 你要我笑我就笑 你要我讲话我就讲话 你要我给你水喝我就给你水喝 因为记住哦 孤僻的人是想自己 我心情好我心情不好 慈悲的人是配合你 各位你的老板 你对他态度好不好 那就OK了 你以对待老板的方法去对待众生就好了 为了要升官 为了要拿薪水 对老板可客气了 人都做得到 那你为什么对别人做不到呢 对老板很好 对工人很凶 那这个人叫势利 但是我们学佛是平等心 对每个人都好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 我从现在开始 要与善心悲心 然后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去面对每一个人 那你每天都过得很欢喜 而且你也讲传播欢喜 传播佛法 传播慈悲 因为你已经展现出来了 所以各位走路太快的人 你要改走慢一点 讲话太快的人 要慢一点 讲话太大声的时候 改小声一点 这个叫修行 你不是说 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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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因为你没有在修行 你连走路 唱歌 写字都不会改变 修行就是改变 如果你都没改变 我师父常过说 你观察一个人就知道 他出家很久了 他都没改变 那他没有在修行 他是在等着老 那就越来越固执 越来跟别人格格不入 那你根本看不到真理是什么 所以各位要每天想着 我今天要用新的知识 所以有时候 我叫人家去参加演员训练班 不然你也可以训练训练 做演员一下可以做妓女 一下可以做卑女 一下可以做俗女 一下可以做皇帝 一下可以做乞丐 他们演的可真相 那是为了钱 那我们一个佛教徒 那佛陀怎么演 你是在学佛呢 不是在凸显你的个性 不在一直延续你的习性 对不对 暴躁 粗躁 各位要改变 你不能说 那我就是我 我就是这个个性 那你要从最基本的走路 写字 穿衣服你都要改 吃饭 吃饭人家怎么吃就怎么吃 你逛我 我喜欢这样吃 他喜欢这样吃 那有个人的个性那就没用了 所以以佛为标准 以佛菩萨为标准 依止这个法 让你整个生命学它 那叫你每天都在过新年 那别人看到你就快乐 三十九 真求佛就要学佛 学佛的大慈悲和大智慧 这才是真正的福乐之音 所以各位都是 大家都是愿意来拜佛 学佛 那要展现出 透过你的心态 原外表生命 展现出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所以这样才能够满怨 你希望得到福报 希望你癌症赶快好 你希望你儿子 你儿子现在得癌症 你爸爸得癌症 你一直改变他 叫他怎么样 有用吗 没用 你改变了 你改变了 你的功德力 他就会好 相不相信 这就是佛 佛他成佛了 你要堕落地义 念过阿弥陀佛 你也可以到净土 所以佛的力量 各位看耶稣基督 他们写的 耶稣基督一出来 一起请耶稣基督 连坐轮椅都可以站起来 生病了可以熬起来 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妈妈怀孕他的时候 希达多在肚子里面 他妈妈走到哪里 哪里都改变 你为什么 他的这种功德力 他的这种悲心智慧 走到哪里 都可以让别人有好的 虽然我们没有百分之一百 至少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们要学习佛多的 慈悲智慧 你自己快乐 也带给别人快乐 就像我们点灯一样 事实 生命的快乐 是来自于心灵的充实 以及对其他生命的 慈爱与奉献 这样一句话 就代表所有的佛法 生命的快乐是来自于你安住空性 因无所住 你了解了生命的真相 归在法里面 你内心多自在 不用往外求 所以生命的快乐 来自于心灵的充实 你安住在三宝 进一步 以及对其他生命的慈爱跟奉献 所以各位不要怕吃亏 所以如果你女儿说 妈妈我要谈恋爱 好 恋爱对佛法讲的是什么 就是奉献 接受 原谅 希望对方 就近离苦得乐 你要把佛法的慈爱真理 告诉他 这种爱 没有痛苦 但是如果 你是占有嫉妒 满足欲望 追求金钱 那你就会痛苦 你自己选 但是各位 列一下 接受因果 结果你女儿还是选一个帅的有钱的 准备以后被她抛弃 你要接受 你不能为这个事情烦恼 学佛不能烦恼 我女儿婚姻不快乐 我儿子不听话 打电话玩具 那你击烦恼心 你这个烦恼心就是你儿子永远不努力的祝愿 所以他越不好 你越好 你好他就好 你就有那个力量帮助他 但是千万不要把对方的错成为你的烦恼 成为你的担心 因为我们对其他的众生 接受 奉献慈爱 而不是去苛责他 我们用我们的清静的心去影响他 让他看到快乐不是欲望金钱的满足 快乐是一种无所求放下 快乐是一种包容 慈悲 你要展现出来 41 慈悲心就是要慈爱众生 所以先从戒杀放生 吃素等开始养成 所以学佛就是学慈悲 而且慈悲的对象是所有众生 所以消极的不要杀身 进一步呢 吃素 进一步呢 救护所有生命 所以从放生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放生 所以要超度 帮忙堕胎 弘扬佛法 供养诸天 天人阿修罗道都要让他们欢喜 因为六道都能够离苦得乐 但是各位起码要从戒杀放生吃素开始 42 要获得安乐 一定要造安乐的因 这个因就是善行 佛造就是生性因果 你不要去求果 果不好的 那也是你造的因要承然接受 从接受里面去忏悔 但是不要排斥 我不要生病 我不要别人对我不好 你越排斥也没用 因为你不是改变你的因 就算你下回再去结婚 还是更不好 这个痛好了 那个痛就来了 你医学也可以打齿痛 去想办法让你不痛 但是冤亲在主可以换位置 业力可以拓散 所以了解 那你要创造安乐的因 不生气 慈悲 思维 智慧 不起贪嗔痴 不骄傲 就改变了 但是如果你还是个性那么急 那你随时准备中风 第一次中风 第二次中风 第三次中风 你就起不来了 药只能压 药不能解决那个问题 你的个性太急 乃至呢 说话粗鲁暴躁 那你随时会中风 不是你用药可以压掉 如果药可以压掉 这个痛苦 那我们就不用修行了 用心态调整 药只是一个助缘 这样而已 四十三 如果一法能让你增上利他心 减灭 贪嗔 烦恼 这就是正法 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最殊胜的法 至少对你自己 能够让你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没有贪嗔痴 对你来讲就是最好的法 你把整部良黄宝灿都背起来 结果每天还在烦恼生病 那良黄宝灿对你没用 你还不如拜八十八佛 对不对 那八十八佛弦太长 那三十五佛 你只要再长 不然忏悔记好了 不然咔咔咔沙都会 再不行咔咔咔 但是重点是你又没有惭愧心 如果你真实有惭愧心 一个咔 哎呀全部都进化了 不干净了就转为清净了 所以我想法无高下 药没有说 今天我香港假药 我要来吃那个 什么脑癌药 这个比较高级 这个比较贵 所以 没有不要有这个比较性 世间是有比较的 佛法没有比较的 佛法是对质 对质最重要 能够对质自己 能够立他 那个是最好的法 所以各位 刚刚我们念经典 我现在念这种白话 两个好不好 通通好 我刚刚念的经典 诸法药极经还是浅的 还是比较浅的 大秤的经典 那更深浓 但是无论如何 深浅也好 谁个人喜欢 而不是说密宗好 险教低 都是让你契入信因果 有出离心 有大悲菩提心 能够思维空性的 那个比较重要 44 一旦降服了内心 心灵中不再有称恨 就不会有外在的仇敌 敌人随时在你左右 你这个人脾气不好 开个门都会跟人家翻脸吵架 你就会碰到那个最凶的人 在那个时候等你开门撞到他的门 他就拿个棒球棒 给你砍 因为你有称恨心 所以说一切为心灶 都是你的心缘起 夜感 朝感来的 所以你内心没有负面了 那外在的世界就变了 所以各位 作为一个佛教徒要承担这个世间的所有灾难 地震 火灾 天灾 都要有个惭愧心 这个世间有战争 更要修行 我更要惭愧 更要努力 就像佛陀做忍入仙人 他可以一个心态改变整个国家 因为他掌握这个要点 心的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能够安忍自己的心 所以内心不要有这个对立 冲突 苛刻 那身体也不会有病苦 身体病苦也是一种战争的 叫四大不挑 也不会影响别人 所以降伏内在 外面就没有敌人 就像吉天菩萨说的 你不可能把世界所有的铁钉都给它斩除掉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你的脚底下 放上一个铁皮 永远不会踏到铁针 自己也不会受伤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守好你的忍辱 慈悲 而不是去改变外在的 四十五 有福德的人 能够度过各种灾难 现世 常德 安稳 所以有福报的人 因为你在修福报 就有这个善的感应 不好的就不会来 就像以前有个故事 有一个鱼 这个回湖边 没多久要下大雨 这个湖泊要淹没了整个乡村 但是有一户人家 就是不喜欢吃活鱼 吃树 所以那天做梦 梦到说你们赶快离开 可能有大水 还做梦起来赶快全家准备 也告诉隔壁人 还没有讲来不及了 隔壁就淹过来 好在他们跑掉了 因为是他的福报 这个跟他是不是佛教 没关系啊 他不喜欢杀生 他觉得杀动物不合理 所以这一次各位报纸有看到 美国大火灾 大火灾整个洛杉矶的高崎珠 全部都烧光了 就一户白白的 从头到尾没烧到 报纸都讲了 为什么 这家的人是在拜佛吃树的 所以到处就在宣传这个相片 一个拜佛吃树的火神就会绕过他 他不会被烧到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健康 你要事情顺利 来自于你的心态 特别是一种慈悲善良的心 46 学佛人一定要记得去体会 佛那颗很温暖 很慈悲的心 记住不管佛法没有生没有钱 一直要去思维佛 佛的心佛的思维 佛在想什么 这个叫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想什么 观世音菩萨在想什么 像我每次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利佛 自己在念念一念我都会很感动 甚至想要哭 太伟大了 太慈悲了 为我们奉献血肉百千万事 才能够把这个法给我们 太伟大了 我们一定要常念本师释迦牟利佛 坚定走到本师释迦牟利佛的脚步 常随佛血 发着本师释迦牟利佛的大愿 所以佛永远活着 因为佛的心就在你心里面 佛没有舍弃我们 只要你一心念佛 所以各位学佛人一定要去体悟 佛在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是你念几遍有功德 而是你跟阿弥陀佛的心有没有合在一起 愿以弥陀合为一 那我们点了灯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心光了 所以你一杯水就变成佛的甘露水 八功德水 所以重点是要用佛的心 所以念佛诵经持咒 就是咒的特别咒 图伦尼 图伦尼就是守护心的意思 让你的心跟这个本尊的心合为起 如果你念大悲咒没有大悲心 你要师咒没有要师佛的要佛的心 那你念起来没意思 也不相应 超度也不了 所以我想我们去超度 哪一天我们变哑巴吧 但是我们还有一颗悲心 它就超度了 我们都不会敲法器 我们都不会唱颂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敲法器唱颂 会念 代表你可以超度众生 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心 所以我想一千个人里面 有一个老菩萨在后面 念什么他都不懂 但是他有一个大悲心 依靠了佛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都消灾严寿 希望往生走超度 他的力量最大 各位要真实如此 但是为了要培养这个心 不要平常 不要有贪嗔痴 女人不要好色 男人不要好名 不要跟人家格格不入 今天在现场拿到的心 学到的心 放到你家里面 放到你公室里面 让你成为你家邻居 左右很喜欢的人 因为你有魅力 你有佛的心 你要开始认为说 这个才叫修行 如果你跟别人格格不入 一直很孤独的 追求自己的 很目的性很强的 我就要追求这个 其他我不要 那你根本没办法融入佛法大海 所以各位要体悟佛陀那一颗 很温暖很热很慈悲的心 好吗 你回来双子 旋即 那个修得好 请坐前面 让师父快乐一点 坐前面这样 还有人好色 头看师父 有人漠不关心 那这样就没意义了 但是每个人都对着佛 各位对着佛 佛这么庄严 我要跟佛一样的庄严 这个佛年不年轻 到一百岁还是这么庄严 对不对 因为他的心态 自在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 你给别人的感觉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心 我眼睛看对方 不是用佛的这种悲心智慧看你 千万不要用一种四立眼 莫不关心 好 我们快念完了 四十八 净化 四十七 如果排斥众生 孤立自己 那将永远看不到 也体会不到佛陀的心 所以各位来 把眼睛 念一下 把眼睛交给佛陀 我这个眼睛 代表佛的眼睛 去看众生的苦 如何帮助众生 你不要说我的眼睛 要去看男人看女人看漂亮 那你还是带我 把眼睛交给佛陀 把嘴巴交给佛陀 好不好 把生命交给佛陀 这个叫什么来 皈依佛陀 拿摩本师释迦摩利佛 所以各位要真皈依 不要假皈依 要完整的以佛陀的六根 来转化自己的六根 这个叫三叶相依 这个叫密 密 生口意 一切 一切厌口 生口意跟佛合为一体 那个叫一起念佛 而不是说哪一个高哪一个低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千万不要再扮演自己 佛陀不会排斥众生 佛陀不会孤立自己 你要学佛的慈悲热忱关爱 49 等一下 我们每天种好因 不用求福 自然有福 相不相信 我们很有智慧 我们就是相信这个 所以我们每天撒一点干露水 所以各位开车回去撒干露水 像我坐游览车 窗户没有开 没有开 我会把饼干放在椅子旁边 撒两滴水在座位上 外面得得到 得得到 得得到 因为佛法无边 并不是我把水撒到他嘴巴 而是我布施这个水 佛帮你把对你的布施供养给对方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在家里做焉供 但是你念了无量未得志在光明辨识咒 但是佛就把你的力量 遍及到地狱二轨道 这样而已 你要这样去想 而不是说它隔着玻璃 怎么布施出去 对不对 不是那个意思 佛法是超越相对的世界 所以各位要用佛的心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每天都去种好音 讲好话 所以我们现在像我的个性 各位都知道 我比较 我现在会讲话 你下台跟我讲话 我就跑掉了 第一个是我比较累了 第二个是 因为有时候我这个人比较内向 但是我会用心去回向给对方 用心去回向给对方 我的眼睛很利 我眼睛很利 所以有时候别人找我 因为他找我什么事 他还没讲话我就知道 所以我都觉得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而且他找我的事 是不必要找我的 是他的一种想法 所以我心里当然我要知道 所以我只是说 这个我就回向给大家 因为这个 怎么讲也没办法讲得通的事情的时候 就没办法了 但是内心还是保持一个好的动机 那我回向给你 减低你的这种对立 减低你的这种执着 这样而已 第五十 随缘不是随顺自己懒惰的习气 而是随顺环境的变化 乃是随顺因缘的变化 所以随缘不是随便 不是放逸 我喜欢生气 我喜欢睡觉 我喜欢孤独 不行 像我一出家 我师父说 出家跟你在家不一样 在家你是有钱 你们过得快乐 出家 你要随顺身团 随顺佛法 随顺众生的需要 念普门品 我们那时候是念普门品 念金刚经 念药师经 然后呢 怎么做 你就跟着怎么做 所以扫地就扫地 插桌子就插桌子 插地板就插地板 排桌子就排桌子 你要练习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 哎呀我能出家 已经是百千万生有幸 死都甘愿了 对不对 我还要求什么 但对我有帮助 我就不会求太多了 所以我想各位要 要随顺真理 要看环境的变化 要做一个变色龙一样 这个环境需要我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所以你要把关心 程度变成在外在 而不是在内在 现在需要我接电话 希望我扫地 希望我去煮饭 希望我讲两句话 我就会配合这个环境 去做这个事情 那为了要把它做好 所以保持在佛性 保持在悲心 这个最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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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跟大伙让疲务 台湾后,我会在连行截住与林童嘉宾 COVID-19疫情 让小权斯队 等于姜EE的一份研究 国庭安全有游耗 目前全世界都在各个开封住COVID-19预防杀 做到预防疫情的发生 攻打车斗的方向 证明住预防杀后出太过快出 这样各个提供泰家住的预防杀 符合格基凭准 泰家家是符合注射条件 做到医生的评估和安心轮注射 住预防杀和抢尾持防疫的好习惯 舒服泰家的健康 佛法之旅生命殿 是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生命殿 是和你在一起 Hello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